听众姊妹,大家好,感谢主 我们纽约市召会两个校园和一个社区来做传福音的见证 我们这两个校园就是哥大校园和City College两个校园 还有一个社区就是在哥大校园和City College校园中间的这个社区 就是3333社区 我们感谢主 我首先分享一下哥大校园这新年来的福音的开展工作 首先是这个福音的宣扬工作 弟兄姊妹们三三两两会配搭在校园里面 每天都有圣徒给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我们的福音聚会 然后我们在哥哥学院的大楼 也有弟兄姊妹负责张贴福音的海报 以及进行这个维护的工作 关于这个福音的牧养工作 我们在哥大有个福音群 福音群里面 我们弟兄姊妹每天都会直日发布主的话语 并分享自己从主话里面看到的亮光 然后周五的小牌聚会 我们弟兄姊妹们也会轮流进行诗歌和声音的服饰 关于City College 小牌的聚会 我们是上学期刚开始 我们以小组的形式 也是两两三三的去传福音 我们是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个小时的传福音 从周一到周五 我们坚定持续大概两个多月 然后在这个社区里面 我们也是在主日聚会结束之后 我们弟兄姊妹们简单的午饭之后 回到家中 然后有半个小时的祷告 然后出去固定每周的去传福音 晚上在晚上在3333小牌 邀请住在附近的同学们一起来聚会 这样我们是把同学们带到我们的聚会中 也带到我们小牌的聚会中 是接着服饰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深深的感受到福音要传开 地上要得着建造 我们必须要人人都进功用 人人都摆上 其实我们人人都摆上 我们才能彼此建造在一起 生命的流才能在我们里面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建造 每个人都是需要破碎 需要统心合意 需要坚定持续 我们每个人统心合意 在传福音的时候都可能有自己的意见 但是我们要学会配搭 学会相互的灵活的去传福音 相互学习 学习相互的没有意见 这样我们每个人在一起 是彼此的相互的扶持 把福音传出去 我自己可以做一个见证 就是我从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到一个对福音有负担的基督徒 是有一些圣经非常的摸着我 这是以赛亚书六章八节里面的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猜浅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 主啊 我在这里 请猜浅我 主啊 我在这里 请猜浅我